近期大量媒體有消息指出 新iPhone將沿襲蘋果此前的傳統 命名為iPhone 12S系列 S系列普遍被認為是前代的小改款 這表明產品在規格上不會有重大的改變 今年的新iPhone依然會延續iPhone 12系列三款持重 四款機型的策略 包括iPhone 12S mini、12S、12S Pro以及12S Pro Max四款 具體它們有哪些特徵變化呢?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的洩露 iPhone 12S首先在屏幕方面進行了重大升級 搭載三星提供的LTPO屏幕 該技術能支持更高的刷新率 並大幅降低屏幕功效 iPhone 12S系列也因此支持了120Hz高刷新率 LTPO其實是OLED屏幕的一種屏幕技術 被稱為低溫多金金屬氧化物的解稱 此前蘋果已經在Apple Watch上使用過LTPO屏幕 且新消息稱這項技術或很快也會在三星可折疊新品上得到應用 值得一提的是 蘋果使用LTPO屏幕技術 它可實現無任何複雜的硬件方案 即可大幅降低屏幕刷新率 消息稱iPhone 12S還有望加入幀率同步技術 支持智能調節屏幕刷新率 可實現1-120Hz之間的自動切換 從而進一步降低屏幕功效 另一家媒體還指出iPhone 12S mini和iPhone 12S 將繼續沿用60Hz屏幕刷新率 而兩款高端的iPhone 12S Pro系列 確認使用120Hz刷新率 按照目前供應鏈的消息 可以看出今年新iPhone 12S系列 會在iPhone 12系列的基礎上 屏幕有重大提升 不僅能更省電 同時自身刷新率是目前蘋果用戶最受期待的 性能方面 iPhone 12S系列將升級蘋果A15處理器 採用台積電第二代5nm工藝 不僅性能更加強勁 還能進一步降低功耗 此外iPhone 12S系列還有望使用高通新的 X60 5G基帶給散網絡 並支持雙模5G 而且X60基帶同樣採用5nm自手工藝 上網速度將有大幅提升 當前iPhone 12系列使用為高通X55基帶 據衛媒最新的報道稱 蘋果與高通的和解文件中有顯示 蘋果計畫在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 推出使用高通X60基帶的新產品 雖然時間上很含糊 但是基本可以確定 則在為iPhone 12的升級版鋪路 微費方面 蘋果還計畫在今年發布的iPhone 12S系列上 搭載WiFi 6E技術 擴展到6GHz頻段 同時有消息指出 蘋果一家供應商將為iPhone 12S提供相關配件 這包括WiFi 6E功率放大器 目前蘋果的iPhone 11、iPhone 12 以及第二代iPhone SE 均以支持WiFi 6 據了解 與WiFi 6相比 WiFi 6E的性能更強 延遲更低 速率更高 同時支持6GHz頻段 去年的iPhone 12 Pro Max 首次搭載傳感器防抖OS技術 使得iPhone 12 Pro Max 與iPhone 12 Pro拉開了長距 而在近期 最新爆料稱 今年的iPhone將全系搭載直技術 且會使用7P鏡頭 傳感器被儀式OS 可通過傳感器的運動降低畫面抖動 防抖表現相比一般的光學防抖更加優秀 至於圖像傳感器 消息源指出 兩款Pro系列主鏡頭 將採用決心的圖像傳感器 而標配5.4英寸及6.1英寸新iPhone 將會給予目前12 Pro系列的圖像傳感器 因此四款產品的CIS都會增大 屆時全系新iPhone的拍照水準 會再次提升一個等級 接著Leader掃描儀是iPhone 12 Pro系列主打的賣電之一 目前供應鏈消息稱 蘋果新iPhone將全系搭載Leader傳感器 提升設備的拍攝及R能力 超廣角鏡頭將從前代的5P鏡片升級為6P鏡片 供應商為大力光和預鏡光 而前置鏡頭將由歐飛光和紅黑集團供應 自從iPhoneX以來 蘋果的FaceID缺口的尺寸一直沒有改變 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 則確實說不過去 按照目前的消息來看 為了縮小瀏海的尺寸 蘋果希望在今年的iPhone上改變設計 這包括將缺口內部的多個語源鍵合併成一個 以實現尺寸更小 最終將會其中的一個模組移動至胃殼邊緣 以縮在劉海的尺寸 雖然劉海缺口有所縮小 我們往常看到的是劉海寬度縮減 而來自洩入的爆料者稱 劉飛變小也可能是寬度不變 而高度有一定的縮減 即是圖像中所看到的那樣 但該說法的真實性存在疑惑 另外以新洩露的iPhone四產屏幕背板的碟照 可以看出FaceID模組有所變在 據悉FaceID模組將繼續由 LG子公司和紅黑集團供應 除了面容解鎖 iPhoneX2S系列還可能同時加入屏下指紋解鎖 其原因是蘋果使用了新的三星屏幕 這是蘋果首次融入了這項 安卓機已經標配了多年的技術 關於iPhone的屏下指紋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報導 其關名詞早在一年之前就曾經預測 蘋果將會在2021年為iPhone加入指紋十遍 他還在最新的報告中透露 蘋果方面自疫情以來就一直在測試屏下指紋 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稱 蘋果正在為新一代iPhone研發屏內指紋技術 這一切功能將與FaceID一起作為 輔助生物識別選項 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不少媒體給出消息稱 蘋果正在考慮為新iPhone增加指紋功能 在FaceID不是最佳的情況下 比如戴上口罩時 輔助TouchID評下指紋選項就非常有用 蘋果現階段在iPhone、iPad和Mac上使用的是TouchID主控鍵 這都是電容式的 電容式傳感器解鎖方式是使用一系列微小的電容 來創建指紋數據圖 這樣比光學傳感器利用光深層圖像解鎖安全的多 值得注意的是 無論光學還是電容傳感器 它們都各有優勢 光學傳感器具有快速掃描優勢 電容傳感器則安全性更高 但蘋果據說會採用混合式傳感器 光學與電容混合則既快速解鎖 又能達到高安全性 今年iPhone 12系列裡 有一款機型將會砍掉充電接口 只能採用無線充電 現在來自一位爆料人士稱 2021年開始蘋果考慮逐漸改變iPhone的充電方式 首先要做的就是砍掉充電接口 而使用無線充電為其提供充電 這個過程將使用MagSafe直吸無線充電 當然蘋果引進這項新的設計 並不是說機型都這樣做 而僅由Pro Max型號才擁有該設計 如此看來 蘋果先用一款機型進行過渡 隨後幾年普及 是讓消費者能更好地接受這種新觀念 就像蘋果當初砍掉3.5mm耳機孔那樣 除此之外 一旦被移除充電接口 那麼無線充電功率對於憤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當前 MagSafe磁吸無線充電功率最快 僅提供15W 這顯然是初期的嘛 最終如果真相傳聞要砍掉充電接口 想必下代MagSafe磁吸無線充電功率 至少應該提升到25W甚至是更高 蘋果作為科技行業當之無愧的巨頭 其下產品一直備受關注 iPhone 12上市後 下一代產品不該是iPhone 13嗎? 為何今年是iPhone 12s? 近日各大媒體也爆料 蘋果可能會為下一代iPhone命名為iPhone 12s 而不是此切網絡傳言的iPhone 13 現在彭博社也給出報導 由於iPhone 12手機機成了5G功能 而2021年的新iPhone在外觀設計上 並沒有激進的改變 鏡頭也不會有更多的增強 同時新的芯片也為5nm 所以它會回歸S的命名 也就是iPhone 12s 並不是傳聞中的iPhone 13 預計iPhone 12s注定會像往年一樣火爆 就像多年前蘋果推出了多款S系列產品 比如iPhone 4s、5s、6s都是同期產品中的佼佼者 甚至被用戶稱為一代神機 蘋果都為這些機型配備了更強的功能 並且也受到了消費者的好評 iPhone 12s如此以來 或許更受消費者歡迎 目前距離新iPhone 12s系列發布只剩下不到8個月 可以想像得到新iPhone的劉海縮小 以及加入120Hz刷新率的屏幕 還有i15處理器 提升過的相機技術等等優勢 會讓這款產品變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